三位健康達人,搞搞新意師 通過現場配音來重演 《西遊記》當中 朱伯介和孫悟空 密謀偷食人心果的精彩片段 原文在族,書接上一回 話說唐真,司徒四人 去到萬壽莊 師父,果然 是甚麼東西 你究竟是先還是要 他要我吃小寶寶 你實在太殘忍了 唯師是不會吃的 阿里陀佛,阿里陀佛,阿里陀佛 阿里陀佛,阿里陀佛 那個… 我剛才不小心經過 就看到有個小鋼筒 給那些人心果 師傅吃,師傅不吃 你可否去後院偷給我們吃 等我來,等我老鼠一飛上去 就馬上炸下來 好,去吧,不愧蠢 一坤就去了 健康百分健康生活 各位更繽紛大家好 歡迎大家關注這期節目 剛才西遊記為何會以這個開場 大家都知道 唐生三司徒的飲食習慣 都是有點不同的 比較淘汰 我是吃淘汰的 唐生是吃淘汰的 所以… 我們今天就來探討一下身體雅健康的話題 我們首先請出我們的權威專家 我們馬上請出今天的專家 他就是中山大學 附屬第一醫院中醫科主任醫師 博士生導師張詩棍 西遊記裡面的四個人物 他們實際上是沒有疾病狀態的 所以… 都很健康 都很健康 他們是神仙嗎 肯定健康 但是他們也存在一些問題 我們說雅健康呢 它實際上是 介於健康跟疾病狀態的 這麼一個狀態 它包括躯體的 心理的 社會適應能力方面的 一個活力減退 機能減退 反應力減退的 這麼一種狀態 他們沒有躯體的雅健康 心理方面 目前似乎也不像 但是一個社會適應的雅健康 人生果不該豬八戒去吃的 他吃了 實際上他 在現在這個社會上呢 他可以表現為 社會適應的雅健康 另外八戒跟師兄弟 跟師父的關係 處理也不好 說明他團隊裡面的適應能力 也是處於雅健康的狀態 另外從體制狀態 我們看 八戒也是形體比較胖的 厚硬的 對 看到什麼東西 就想吃什麼東西 那也說明 他容易形成一個 癱食型的 這麼一個雅健康的種類表現 貪食也算是雅健康 確實是 看西遊記 從來沒有聽過 師徒四人會生病 但是現在分析起來 唐僧那些 通常就比較多類 酸胸又狂躁一些 朱馬戒是陰濕一些 沙僧可能有抑鬱症 比你總結完之後好像沒有好 都是有病 其實 講到雅健康 即是我們現代人 是一個比較常見的情況 你看大家都很關心 這個新媒體 很多人都在判斷 其實我究竟是不是雅健康 雅健康究竟會有什麼症狀 首先請張教授跟我們分析一下 雅健康究竟有什麼症狀 它實際上表現是多種多樣的 比如我們心肝脾胃腎 胆胃大腸小腸 各個系統 它都可以表現出一個雅健康 比如說頭暈失眠 胸猛煩躁 複戰 腰心痠軟 都可以是雅健康的表現 那說了這麼多 大家可能不容易掌握 其中大家要掌握到一多三少 一多三少 什麼多呢 一多就是疲勞多 三少就是功能減退 比如說你以前是吃三碗飯的 現在吃一碗飯的就覺得飽了 功能減退 第二是反應力減低 比如說你以前走路是從來不碰撞的 現在一下撞到一個桌子 一下撞到一個椅子 那反應力會減退 第三個 能力的功能的一個減退 它這些方面呢 就是說疲勞多 反應力低 功能減低 食音力減低 那就是一多三少 我想問回教授 如果人處於亞健康的狀態的時候 那怎麼可以發現自己是亞健康呢 是否剛才你的標準呢 亞健康的時間要診断有三個標準 第一個 它就是一定的時間範圍內 就是三個月之內 它有持續性的或者反覆的出現 活力減退 反應力降低 食音能力降低的 這麼一些狀態 但是這個狀態 降低不影響它正常的這個工作 那可能就是亞健康了 但是我們要診断 它是亞健康了 還要排除掉 沒有重大器官的氣質性疾病 和精神心理方面的一些疾病 第三點 那就是說 這個人是有病 他目前的這個病 不需要治療 不需要用藥 他出現的症狀 比如他這個本身是胃病的 胃痛 出現的頭暈 心慌 失眠 與他這個胃炎沒有明確的一個關係 他出現這些症狀 我們也可以稱之為是亞健康的 這麼一個表現 亞健康是隔於健康和疾病之間的狀態 它包括具體、心理、社會適應力等各方面 當出現亞健康症狀的時候 大家要引起重視 否則若過年之後發展成疾病 便為時以晚 所以怎樣預防亞健康 便顯得尤為重要 接下來進入健康問題 考考你的環節 以下哪些食物既可以養生 又可以預防亞健康呢 A.生茄子 B.生泥秋 C.綠豆湯 B.牛奶 B.涼茶 我覺得涼茶 特別在廣東 大家很喜歡 覺得有點不妥的 還是做一碗 果然是廣東寶寶 這些年輕人又不適合 涼茶太涼了 應該叫你媽媽煲一碗綠豆湯 又清熱、又解毒、又埋毒 非常好 但很寒暖,怎麼辦 要怎麼辦 用兩餐就中學 不用選 我覺得最重要是吃一杯牛奶 又什麼都要治你 七面的衣 一個六、九湯 一個兩、七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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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 合作者 我不是阿姨 來,張教授 他們三個人的選項有正確的嗎 實際上三位嘉賓他們爭論的 實際上有些觀點也是很正確的 但是從中醫的角度說 它不同的衍生的食品 是對不同類型的雅健肝 它是效果比較好的 比如說那個生雀脂 它是對血熱的 對我們人群它效果比較好的 血熱有什麼正常 比如說有的人手上 容易起那些斑塊的 血熱類型的 你吃生雀脂之後 它這個斑就消掉了 生雳丘呢 它是對哪一種類型呢 比如說有的人口肝想喝水 但是喝進去了 他就覺得不舒服 就是說口肝想喝水 有陰虛 但是裡面有濕的 那對我們人群呢 就適合用那個生雳丘切片 生 那如果有寄生蟲啊 那些怎麼辦呢 生 水是不是很好 像現在你要養雳丘 要養成沒有寄生蟲的雳丘 那個環境是可以達得到的 它是有滋陰有去濕的 這麼一個作用 哦 所以它對這個 殷虛加濕的是 那一次要是多少條呢 三五條就可以 不適合太多 三五條 綠豆湯大家就很熟悉了 綠豆湯 特別在座的 各位可能在家接上包 特別暑濕 暑熱比較明顯的時間 喝的綠豆湯 人體是比較舒服的 它是去濕熱 對濕熱性的雅健康 綠豆湯合適 對 那牛奶呢 對 牛奶呢 它是一個 這個滋陰養嚴的 這麼一個食品 對這個氣血比較虛的 適合飲牛奶 哦 血氣虛的 哦 喝牛奶有滋補的一個作用 對這個血虛性的 或者陰虛性的雅健康 它有一個調節作用 對濕熱性的雅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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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您剛才的意思就是說 這五個選項 都有適應不同症狀的雅健康 對不同類型的雅健康 但是他們有沒有說 一些什麼禁忌的症狀 比如說有些什麼樣症狀的人 就是牛奶不脱粉就不值得了 就是牛奶不脱粉就不值得了 比如說生血脂 它這個呢 因為它是涼的 那對脾胃虛寒的 它一直可能覺得肚子痛 大便辣 疲倦 這些症狀就出來了 所以生血脂對脾胃虛寒的 不太適合的 比如說生血脂也是的 它是這個滋陰的 有趣事的 它同樣是對脾胃功能 比較虛弱的 比如說脾胃虛寒的 它吃了也會覺得 有些不舒服的 牛奶呢 它就是對虛的 血虛的 體質虛的 比較有作用 但是對彈食型的 你舌頭一伸出來 舌頭很厚的 或者滿臉都是暗穿的 就不要喝了 或者形體很肥胖的 那這種呢 含濕性的呢 喝牛奶不太合適 當然這個涼茶 剛才一個嘉賓說 是虛含性的 含性的體質喝涼茶 要慎重 看來生茄子 生泥抽 綠豆湯等食物 也都適合部分 那健康的人群食用 並非誤導觀眾 但前提是要選擇 適合自己的症狀 和體質才行 接下來又進入健康問題 考考你的環節 以下哪些方式 可以預防阿健康呢 A.披菊 B.清腸排毒 C.梳頭 D.唱K 我覺得應該是A、B、C、D 因為剛才聽到教授也說 其實阿健康除了身體之外 還有社會道德的健康 其實是… 疲乏… 疲乏… 可以宣洩一下 唱K又宣洩自己的不夠情緒 對… 我怕他發言宣洩完之後 排不出去就麻煩了 宣洩就排了 一月這樣 那麼多人,四個都選了 我也是四個 我也是四個 對… 上一題的經驗 不是這樣嗎 上一題的經驗 三位同一都選了A、B、C、D 張教授,對嗎 三位嘉明的意見 實際上是各有代表性 實際上這四種方法 都是反制雅健康 比較好的一種方法 比如說 A、B谷呢 為什麼可以反制雅健康呢 對我們現在在座的各位來說 還有大多數人群來說 現在是吃得太多 吃得太好 那我們有意識地 控制飲食 或者是減少飲食的量 它就對… 恢復我們脾胃的 正常的功能 它是有幫助的 所以說B谷也是 是反制脾胃雅健康的 比較好的一種方法 B是清腸排毒 那我們知道 如果 腺道的毒素太多 比如說大便幾天一次 腺道的毒素就會相應會增多 增多之後呢 它通過我們的腺道 會重吸收 通過血液 到我們的肝裡面去解毒 它會增加我們肝臟的 解毒的這麼一個負擔 所以對於腺道的毒素呢 我們要通過排出來的這種方法 來減輕我們腺道的 或者身體的這麼一個負擔 所以清腸解毒呢 也是反制雅健康 比較好的這麼一種方法 第三個剛才說的酥頭 酥頭 好為主眼智慧 通過酥頭的話呢 頭皮的毛細血管 對 它有很多精諾 按摩啊 很多精諾都在這裡面 鹽氣的精諾啊 鹽的精諾在裡面 通過酥頭的話呢 可以調動鹽氣精諾的 這麼一個活性 鹽氣是抗病 反病的 很重要的這麼一種力量 所以經常酥頭呢 對身體健康也是有幫助的 有沒有分說要酥多久啊 或者早上酥 還是晚上酥好呢 實際上呢 以鼓勵的話呢 實際上是 早中啊 早上酥一遍 中午起來再酥一遍 晚上再酥一遍 它對整個精諾的氣血運行呢 是有幫助的 梳多久呢 15分鐘 一梳梳到尾 梳到尾 一般梳呢 一到三分鐘就可以了 沒有尾 一到三分鐘就可以了 一到三分鐘 我比拆牙還頻密 一天三次 D唱K又是甚麼原理呢 因為剛才嘉賓說了 實際上我們現在呢 壓力大 壓力大 情緒抑鬱的是比較多的 那我們通過唱歌呢 就把這個情緒舒展開發 來了我們情緒就會舒展 就會輕鬆 所以唱歌呢實際上也是 調節情緒 緩解壓力的 緩治這個抑鬱性的 氣緒性的壓力 看得比較好的 這麼一種方式 嗯 心情不寒 好幾嗓子 馬上就宣洩了 宣洩了 打好一聲 而且自己的心情 又得到了 很欣慰 啊 唱歌挺好聽 剛才兩條題呢 教授都說到 四個答案 或者五個答案 是因應不同品種的壓健康 換言之 壓健康應該都有分不同的類型 是吧 教授 壓健康呢 從中醫的正型來說呢 它是簡單來說呢 究竟壓健康 根據體質特徵 大致可以分為哪幾類呢 哪些良好的生活方式 可以延緩衰老 預防壓健康呢 哪些食療方 可以治療壓健康呢 下一節回來 將教授為大家一一結曉 並教大家中醫的茶顏觀泄法 精彩不容錯過 一滴精油 改變你的護膚放食 全新芭蕾歐萊雅車氧精華油 延綴八種珍稀花圍 細滑、清透 以三滴,輕柔外磨 或用藥保養品中 每一吋肌膚 緩活光彩 魔法 芭蕾歐萊雅車氧精華油 你值得擁有 來臨歐萊雅,體驗精油車重 九朵玫瑰花枝 富含抗氧化玫瑰多酚 讓時間停住,花眼有助 我美,我妹,九朵玫瑰 我們吃的任何食物 都有可能酸食芽油質 新高露傑360 收穫芽油質牙膏 可以幫助減少細菌滋生 減輕芽油質被酸食的可能 芽油質更強健 新高露傑360 紅毛藥酒 有270年的製藥歷史 67味中草藥 治療風濕骨病 筋骨疼痛 脾胃虛寒 神虛氣血虛 百年紅毛 福壽百年 紅毛藥酒 此創1739 廣東千個家庭 白日懷孕計劃啟動 不必檢查 100元 手術兼千元 活動指定 廣州神愛醫院 電話4個2 4個9 內風濕 腫痛 沉浆 身不直 凡人啥都幹不了 曹青華牌 一心除石止痛膠囊 幫你戰勝內風濕 關節痛 好日子會回來的 認準曹青華牌 表面看不到頭絲 就沒有頭絲 來做個測試 新星級海肺絲 能深入去絲 效果擺在你眼前 細小頭絲都走不了 去絲實力派 當然海肺絲 牙健康應該都有分不同的類型 是吧 教授 牙健康呢 從中醫的正型來說呢 它是簡單來說呢 就有氣虛 眼虛 陰虛 血瘀 濕熱等等的牙健康 但是從符合性來的來說呢 它有肝脂瘀結 肝脂不調 肝於化合 心脂兩虛 脂虛十足 等等它一系列的符合性的 是的 既然牙健康呢 是分為這麼多不同的類型的 而我們的生活中呢 牙健康又這麼普遍 不如這樣啦 鍾教授 我們現場今天呢 就請四位觀眾上來 等教授 提示一下 究竟他們是屬於 哪幾種類型的牙健康 大家就會很印象深刻 還有可以講講 針對這幾種類型 應該怎樣去進補的 大家看一看 它的舌頭呢 是有一點淡嫩的 有些微微有點齿痕的 然後從中醫的角度來 還是屬於一個氣虛型的 氣虛 氣虛型的這個類型呢 它實際上容易 容易怕冷 怕風 再就是容易自汗 然後容易疲勞的 也是它一個 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哇 群眾哦 那這種應該怎麼去進補呢 天氣涼了 那個紅森都可以的 你把它切成一兩片 早上起來嚼一嚼 那就可以預防氣虛型的 當然有時間你可以用點膽生 五隻毛桃 爆點雞 板栗 跟那個黃旗 再一起頓頓雞 它都是補氣的 比較好的 這麼一些方法來的 阿姨看看舌頭 這個中部跟根部呢 舌頭是比較厚的 比較利的 那就是中醫說的是 它那個皮胃 裡面有彈絲 是所謂彈絲型的 就是這麼一種雅健康 哦 那要怎麼做呢 先把這些絲排掉嗎 彈絲型的雅健康呢 它第一個 就要控制一個飲食 特別晚上呢 可能要控制到七成堡 就自己保持到一點肌肉感 就比較好一點 第二個呢 就是說如果說覺得吃得太飽 可以按按一些相應的鞋味 比如足三里啊 或者是個中網啊 或者腹部這樣按一按 它對那個皮胃 這個去彈絲它也有幫助的 當然中醫說呢 還可以有一些 比較可以幫助消化的 也獨角精啊 麥芽等等 也是可以幫助這個皮胃 彈絲型的這種雅健康的 它會有什麼症狀 小蝗是經常口空虧染嗎 口香虧染 也就是這個皮胃的 功能失調的一種表現 也就是雅健康的一種 典型的一個表現 那張高手蝗這樣吃什麼東西好呢 對於皮胃羞兒對部分人群呢 它實際上要吃溫和的比較好 花衣山 玉米 這些也是可以幫助健脾 可以去死的 如果舌苔乾淨了 皮胃羞還存在 還可以用點物質毛桃 環奇等等 來包包湯 提高皮胃的 這麼一個功能 對預防的一個 口香口炎的復發 實際上也是有幫助的 第三位 好好 大家一看 它這個舌上面是有裂紋的 小小裂紋的 它說明這個阿蘇呢 它是有陰虛的一種表現的 有陰虛表現呢 它可能就覺得 很容易口乾舌燥 它有時候還容易發脾氣 它有時候睡眠也不是說太好的 要不就不容易入睡 要不睡了之後它容易早醒 醒來又不能再入睡 不知道阿蘇有沒有 就是經常這個口香炎的 口香炎 經常有那些口香炎那些 也是口香炎是嗎 口香炎 它這種呢 好灌啊 那很多錢都要好灌 陰虛它可以表現在口乾 想喝水 但是喝的不願意喝太多 它這種呢 不管是有陰虛 它主要是脾胃方面有陰虛 陰虛呢也可以表現在虛火善炎的話 也可以形成一個口香口炎 容易復發 這種表現 那這種應該怎麼治呢 治療方面呢 一個可以通過一個 一個是睡眠要調好 比如說要早點睡 再就是用一些食療的方法 比如說沙生 麦冬 石壺 對著自然脾胃因 比較好的 如果你覺得口乾的時間 可以沙生 麦冬石壺 包點老鴨 對這個陰虛 都是有幫助的 當然如果有時候覺得腰酸 腰氣酸軟 就可以用生地 來包包這個排骨湯啊 對這種陰虛類型 也有幫助的 好來看看最後一位 這個都很厚桌 這個阿姨呢就是 有一個你看 舌體比較胖大 微微有點齒痕 那就說明她這個還是有一點點氣虛 有點偏虛寒的 就有點氣虛 還沒到延續的這種情況 她就覺得是老實會容易覺得累 容易怕冷 腰氣散冷啊 小便瓶啊 或者這些 容易關節痛啊 痠痠軟啊 這些表現的 經常就是 不知道吃錯些什麼 就容易肚子這樣餓 拉肚子 對 容易拉肚子 也是屬於皮身延續的一種表現 容易厚臭 就是厚腔不好 對 也是 那就屬於消化方面 這個皮身延續消化功能減退 然後引起了消化功能的一些障礙 那吃什麼好啊 從這個情況來 第一個是 因為既然是皮身的一些延續 它消化功能會減退 減退的這個情況下 第一 我們就控制一個飲食的一個總量 不要吃得太多 不要吃得太飽 第二個 就要吃溫和的 我們做飯 可能用點煎炒飯 它是溫的 也可以去濕的 對你這個皮胃虛寒 它就會 但我吃東西又會口腔不好 好像煮薑醋那些吃了 它又好像覺得口炒 薑醋太厲害了 你不要那麼厲害 實際上也是跟這個阿姨很多 她說 哎呀 我不能吃薑的 實際上薑是化氣心水的 它實際上是幫助消化的 好多人按我們的方法說 用薑炒來飯 吃到之後覺得這個比較舒服 畢竟大便也不像以前的 阿姨吃什麼東西 吃得不合適馬上就拉肚子 你把皮胃的功能調好了 它轉化 孕化的功能好 它這個症狀 這個亞健康的這個症狀 也會得到一個明顯的一個改善的 現在上來四位的嘉賓 年紀都相對比較大一點 對 很多人覺得老人家亞健康 或者是功能衰退 是一個自然現象 每個人都會發生很正常 難道這個也可以避免嗎 現在這個人是一個真靈性的變化 比如說三十號步 三十歲的人他就喜歡走 四十號坐 我四十多歲 我一看到凳子我就想坐 一到五十歲 眼睛就開始看不到 目視不明 到六十歲的人喜歡好握 老爺爺他就喜歡躺在床上舒服 到七十八十 他這個真靈性的變化又更加明顯了 所以一些真靈性的變化 我們不應該把它作為疾病來看待 應該作為一個雅健康的狀態來看待 比如說有的是 他覺得是 關節老是有些不舒服 一走路就痠或者痛 我們如果調理得好 他就不會向股關節病的方面發展 我覺得這個階段調理也是 真靈性的調理 也是屬於雅健康的這麼一個範圍 的確的確 真的見到那些老人家 七八十歲 依然是很精神很企利的 全身也沒有病 我們說得好 好, 接著又到今天 健康達人體問題的環節 看看今天的第一條短片 平衣在春季期間 油膩食物吃得太多 又消化不良症狀 折後出現外氣反酸 經常茶飯不思 你現在很餓嗎? 餓嗎?浪費了 過年日日大魚大肉 現在還馬上吃花生 你不要吃了 真的嗎? 你吃得多不行 各位, 你看我現在這麼辛苦 你還不吃 你先冷靜 我先冷靜 謝謝 我買些燒製的東西吃 洪哥看見老婆這麼辛苦 於是決定出街買些 幫助消化的食物給他吃 買些美食給你 買些甚麼回來 這是酸奶, 有乳酸滾的 幫助消化的 來吧 那喝酸奶可否緩解消化不良的症狀 只知道喝酒前 要吃酸奶保護胃 不是這樣喝牛奶嗎?酸奶嗎 對, 喝酸奶保護胃 沒那麼容易上頭 我剛才的教授說 這個亞健康分為不同的體質 酸奶的東西 因為冰箱拿出來會否寒涼呢 如果太冷 對, 寒涼會否不對 我覺得酸奶起到消化作用 幫助消化作用不大 為甚麼 可能會越吃越肥 因為它根本沒有助理消化 而且增加了脂肪負擔 脂肪, 脂肪, 脂肪 只不過胃口上 可能好像口感上 就順順妹妹 順順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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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冷 三位都不是很贊成 覺得酸奶是可以幫助消化 那到底是可不可行呢? 從這個 它的表現來看是有胃脹 有時候可能痛 癌氣反酸這些情況 那從中醫的類型 屬於肝胃不合形的 它胃不舒服 影響到情緒了 並且有痰濕的 它就濕熱在裡面 那從這個情況來 第一個 我們就是要限制它的飲食 控制飲食的攝入 第二個呢 就剛才這個嘉賓說了 這個牛奶呢 它是以脂肪為主的 實際上這個時間吃牛奶 是不太合適的 總增加營養 增加了它的負擔 那我想問一下您 就是經常我有時候也會遇到這種情況 很多人都會遇到 就是消化物理 胃頂著很難受的時候 有什麼方法或者窍門 能夠馬上緩解一下 實際上剛才也有那個 它自己在這裡按摩的 也是一種方法 只不過它是舞在這裡 如果是送食症方向 揉一揉 按摩一下這個肚皮 它也是有這個理器 幫助通大便 它這個大便一通 它這個症狀也會改善 另外呢 中醫呢還有一些 比如說毒腳筋 毒腳筋是消失化劑很好的 9克到12克 你包點水給它喝一喝 它覺得這個裡面 比較舒服了 另外呢就是說 橙皮跟沙仁 你用這個6到9克 用水沖一沖泡一泡 特別是羊沖沙仁 你一泡進去 它裡面有一個很舒服的 一個感覺 往下面走 它覺得這個痛戰 就會改善的 當然這個如果 它如果是吃肉比較多了 那我們還可以用山楂 麥芽 例如說ves 10到15克 或者神區 加個6克 幫助 肉食內的消化是有幫助的 剛才這個中主人說了 麥芽很好的 這個山楂蜜蜜蜜 對 對 大人都吃得很 對 大人都吃得很 古內的 面食內吃多了 可以用麥芽跟古芽相對比較好 當然它肉也吃多了 面食很多了 就跟中主人說的 山楂蜜蜜蜜 都要印在一起 燒製要燒肥 燒製化成 原來消化不良也會導致牙健康 所以春季期間大魚大肉的朋友 要學會幫助消化的妙招 除了消食法則的毒腳甘、陳皮、山楂 麥芽等食療方 還可以通過順時針按摩腹部 等促進消化 除了喝中藥湯或食療湯之外 還有沒有按摩或其他方法 可以幫助消化不良 除了按摩腹部 還有哪些穴位按摩可以幫助消化呢 春季過後大家容易不習慣上班 容易得益屈形雅健康 這個時候有甚麼方法可以防止呢 下一節回來 將教授教大家一種神秘的養生粗 想學的朋友千萬不要走開 為迎合廣大街坊的收視需求 健康100分節目首播時間 以改成廣州廣播電視台 綜合頻道 每週六下午5時20分 廣市新聞前播出 想了解更多的健康資訊 想掌握更多的養生保健方法 記得要支持廣州廣播電視台 綜合頻道 逢星期六下午5時20分播出的 由各大醫院名醫專家助陣的 健康100分 健康生活更紛紛 20年No.1美白傳奇 難購再次突破 難購全新津白精準淡斑精華 9朵玫瑰花枝 富含抗氧化玫瑰多酚 讓時間停住 花眼湧住 我美 我美 九朵玫瑰 紅毛藥酒 有270年的製藥歷史 67味中草藥 治療風濕骨病 筋骨疼痛 脾胃虛寒 腎虛氣血虛 百年紅毛 復壽百年 紅毛藥酒 此創1739 廣東千個家庭 百日懷孕計畫啟動 途運檢查100元 手術減千元 活動指定 廣州仁愛醫院 電話4個2 4個9 嗨,我是Poco 早安 寶寶寶寶寶寶女一起玩 神奇吸生寶寶寶開始了 看,倒這麼多 這個不會像寶寶 原來秘密就是 吸寶寶 真的不會像寶寶寶 媽咪寶寶大量吸 反呼吸 還可以吸 哪吸都不會像寶寶 啪啪好家賞 嗯 紅毛藥酒 有270年的製藥歷史 67味中草藥 治療風濕骨病 筋骨疼痛 脾胃虛寒 腎虛氣血虛 百年紅毛 復壽百年 紅毛藥酒 此創1739 新壁浪洗衣液 連乾涸七天的丸子 都能洗淨 不可能的 我證明給你看 要深入證明啊 新壁浪洗衣液 特有創新性 NMS配方 新分解 再融出七天丸子 還不上色彩 五字沒了 顏色也沒掉 像新的一樣 由不得我不信 壁浪亮節如新 豹姐? 接下來,張教授還要教大家 按月位幫助消化 大家不妨一起學習吧 好,首先你這隻手放在這裡 放在筋骨的外側 那這個 這個點就是筋骨 按筋骨 按筋骨的時間 大家一定要用力 輕輕按 效果不好 要用力按 它是剛好在那個中間骨頭那裡嗎? 不是,在這個筋骨的這裡 這個地方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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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那個骨頭的隔壁那個位置 我這裡是骨頭嗎? 就是在隔壁 噢,噢,噢 那要按多久呢? 一般按個 一到三分鐘吧 一到三分鐘 就肯定有效果了 你用力按 那我還有說早中晚什麼時候按得比較好 你不舒服就按了 撐了就按了 吃飽撐了就按 哈哈哈哈哈哈 嘻,挺好啊 吃完飯之後 那還有沒有其他餘味呢? 還有哪裏 比如說這個 你再移過來 這是筋骨 這個地方 這個骨頭這裡 肥骨的下面一個凹陷處 就是那個眼鈴犬 同樣也是按一到三分鐘的時間嗎? 對,一到三分鐘 因為眼鈴犬它是屬於那個 膽筋的一個協位 雖然我們吃進去也是在未產道 它實際上也會加重肝膽的 這麼一個負擔的 負擔 那我們按膽筋呢 它也切到一個舒通、舒展的作用 對幫助消化實際上也非常好 其實當然最好 還是不要說吃得那麼飽 搞得它那麼越位也好 飲湯也好 其實這樣對身體也是一種傷害 基本的原因應該 從源頭方面來倒閉它 所以提醒大家 最好還是不要用到這些極端的措施 好,今天看看第二條片 看看洪哥又遇到什麼問題 平衣折後覺得 家裡越來越冷清 跟春節熱鬧氣氛相差太遠 情緒越來越低落 鬱患、焦慮、精神殘慢 有時候反應也變得遲鈍 你怎麼做?這種款式? 你們看你這種款式 就像氣屈形、駕健康的款式 對,很健康 一個人在家裡 小孩全都出去了 而你又一天不知道去了哪裡 總之很煩 他給你看看醫生 你別搞我了,你別煩我了 我不理會你了 去看醫生吧 我回去不淋花了 洪哥就覺得太太得了 氣屈形、駕健康 於是決定外出買太太 喜歡的花來哄她 又沖玫瑰花茶給她喝 很棒,很棒 玫瑰花茶 喝玫瑰花茶吧 白斤沖了喝 等等… 如果平衣患的是氣屈形、駕健康 請問送花是玫瑰花茶的做法 可否緩解這種症狀呢 別管甚麼氣屈形 甚麼屈形 反正你買一枝花給太太 甚麼事都沒有了 我覺得未必… 也不是,可能接得不笑 當一個人不舒服的時候 哄她開心 你比較甘,她未必會笑 是嗎 對,要解決她的病症 病症… 我覺得更多是她心情不好 所以對花很開心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心情問題 心態的壓健康 即是你那種叫抑鬱型 身體上有某種顏色 不知道甚麼 全身不聚財 全身不聚財 我現在分析了你們三個甚麼類型 兩個男人是理智型 小親是感性型 很明顯是恨修花 恨修花,恨得出了臉 是甚麼 修花… 好,來問教授 其實熊哥這種做法 究竟可否解決問題 實際上從這個男的主人公 她做法實際上是很對的 第一個呢 這個女性表現在情緒 一於低落 煩躁這些表現 她通過送玫瑰花 送淤金花的這些茶 它實際上起到一個疏肝的作用 從情緒跟藥物方面都是由疏肝 調理情質的作用 她實際上做法是對的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說呢 這個阿姨呢 她可能是到了更年期或者更年後期的這種表現 她這個容易出現一個 終於說暫躁的這種表現 暫躁的就是與心有關係的 就心呢容易出現陰血虧虛的 那這個時間呢 我們如果跟她用甘麥大早攤呢 她可能也會效果會更好 甘麥大早攤 甘草 一個午客 佛小麥 可以用個三十到六十 大早食客 那這種呢 就可以對養心安神的作用 她心一安定 神氣潛下去 她就不容易煩躁 就不容易抑鬱了 嗯 還有沒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緩解這種抑鬱啊 或者煩躁的這種情緒 當然我們除開這個食療之外 還可以用一些鍛鍊的一些方法 比如說這個我們經常用的八段井啊 太極拳啊 另外馬王堆健身操 這些也是我們推薦的一種鍛鍊方式 馬王堆健身操 對 能跟我們示範一下嗎 什麼東西啊 好啊 馬王堆時間呢 但是還有一個動作 首先是要靈神定氣 終於講的行神合一的 要先靈神定氣 慢慢去一點 左腳開步 這個預備式 一般就是 手外旋慢慢的如何的 外旋再起來 不用抬平 慢慢的再放下來 慢慢如何 再慢慢外旋 這是一個預備式 這如此 這第二次 這個很像太極拳的開式 起式的那個動作 對 它三次就可以了 三次就可以 然後第一個動作很簡單 慢慢抬起來 往弓 手不動 肩動 然後慢慢的往弓 好 往那邊開步 慢慢的 這個臀部要向這個突出來 然後慢慢再回來 動作的注意點不是手拉開 是手不動 胸動 然後活下來也是這個 然後向右邊 對 這個也是這個臀部要這樣 這兩個腿都是直的嗎 都是直的 這個臀部這邊要 又跨出來 又跨出來 對 跨出來 對 抱歉 這個動作相對是比較簡單 這是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 迎背 這越難過 下來 好 踢腳 一體之後來這些僵硬化 對 踢腳 再摩勒 往前面 再慢慢後座 哇 這個動作有點難度 抬頭 好像武林高手 仰彎 這是第二個動作 再做 這叫銀背 提這個 對 45度腳 怎麼樣啊 腹水 再慢慢 後座 然後再抬頭仰彎 第二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 第三個動作 叫浮育 好 好優美 好辛苦 這個很像舞蹈動作 手不動 腰動 再過來 再腰動 緩慢地翻下來 浮育 好 手不動 第三個動作 第三個動作 好 第四個動作是龍燈 啊 對 衝著衝 下來 好敏感哦 對 手捧蓮花 好優美哦 真手 腳踢下來這個手這樣 好 再慢慢下來 手點大包 然後 再下來做第二次 就行了 第五個這個就是 尿身 緩慢地下來 到這個地方 這個 從這個底椎到頸椎 就是 就從這個地方 要從這個地方再動 從這個地方一直動到頸椎 就是脊椎的位置 就是腰扯上去 再下去 好,又到了我們今天的健康時間 來看看現場的觀眾朋友 有甚麼疑問 張教授 我想問一下你 那我呢 就有胃病 那它痛呢 就多數都在冬天痛多 那吃點胃藥呢 那它呢又好些 那大便呢 就多數都是稀多的 那同時那隻腳啊 兩個膝痛呢 就很沒力的 那我想問一下你 這些算不算病 這些是甚麼病呢 這個阿姨的問題提的很好 第一個呢 它是有不舒服的 就是胃不舒服 一到冬天就會很痛 手腳冰冷 那這個在這個中醫呢 它這個屬於 脾胃虛寒的 這麼一個狀態 那這個呢 就是是不是病呢 首先你要做個胃鏡看一下 如果胃鏡 它確定你是胃炎 或者胃的溃炎病 那可能就是病 大多數情況下 像這種情況呢 它可能屬於 中醫的一種牙健康的 這種一種狀態 就是說你剪肌 可能沒有問題 但是你老是覺得 一到冬天就會痛 手腳冰冷 那屬於中醫的牙健康 可能還是需要 中醫來調理 來治療的 好 麻煩張教授 也都麻煩三位嘉賓 剛才學了個 這麼厲害的馬王 對健身操 我覺得真的很有感覺 我手這樣連一連都覺得 好像周身有點興 還有很舒服的感覺 那如果還想學 還有其他白蕉的朋友 可以關注我們的微博 或者微信 也再次感謝張咬仇 今天帶來很多新的養生概念 保育當然是好事 但是一定要適可而止 吃太多對身體也是傷害 健康有很多辦法來控制 甚至是做粗、飲食 和心靜也有很多手段 其實健不健康 真的取決自己的一念之差 很感謝你關注今天的節目 健康100分 健康生活更繽紛 我們下期同樣時間再見 再見 再見 疾病誰都避免不到 但是病了之後 應該去看西醫還是看中醫 相信有不少觀眾朋友 都會遇到這樣的困難 那究竟哪些疾病 西醫的效果更加好呢 哪些疾病更加適合去看中醫 健康100分 我們請到國家明老中醫 陳鏡俠教授 跟我們說一下 現代中醫防治疾病的 一些重要知識和秘訣